這個部分的話我們剛剛其實就改一個 本來有簡易把它拿掉 至於說這個程式 我是覺得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 你不妨可以再稍微了解一下 其實第一個啦 我的習慣是會把定這個宣告把它delete掉 如果你要把它讓它看起來比較精簡的話 然後中間的空白也把它拿掉 看起來會比較 看起來比較不會那麼冗長的感覺 實際上你大概可以看得懂 那跟各位講一下基本上呢 它這邊有個函數叫instry 這個函數的話實際上就等同於 那個什麼 那個excel裡面的fine函數 那也就是說呢 透過這個address 意思是說取得這個地址丟過來之後 有沒有 它會在這邊去找一下 0在地址裡面的第幾個字 不過你會發現instry這個函數 跟fine的參數順序剛好顛倒 有沒有 fine是先給它0 再去找哪個位置 它剛好是位置顛倒 不過其實作用是一樣的 那也就是說呢 如果有找到0這個字 它會得到什麼解決 它會跟你講說 它的位置在哪裡 會存在前面這個變數裡面 有沒有 比如說呢 我們以這個f7來看 f7好像得到的是第11個字 所以它會把11存在這個start pole裡面 OK 那你說老師 如果我今天是以這個f2當例子 我丟過來之後 那因為沒有0 那start pole裡面會放多少呢 跟各位講喔 它跟那個fine不一樣的地方是 如果找不到它裡面會放0 0的話表示找不到的意思 如果不是0的話呢 那就表示有找到 所以如果要判斷 你會發現它底下 if start pole等於0 等於0是什麼意思 就是表示找不到 所以它exit function 意思是說 它就離開 它就什麼事都不做 所以如果假設它沒有0禮區的話 最後得到的結果 應該就是裡面是空的 OK 那其實跟各位講喔 這個如果 這個 這個地方 if find 這個如果不做好像也不影響 因為其實我覺得 反正它找不到就找不到就算了 但是它這邊有一個防待 這個其實 這邊其實可以刪掉 那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一段其實就是我們剛剛做的第一個動作 就是我們剛剛不是有做第一個動作 其實就是這一段 第二個動作呢 實際上你會發現喔 這邊的程式跟這邊的程式有沒有發現很像對不對 差別只有什麼 把這個0禮區改成路接道 然後前面這個變數名稱 它本來叫 start pause 就是開始的位置 改成end pause 有沒有就是結束的位置 那所以你會發現 概念差不多喔 所以將來的起始位置就這裡 結束位置就這裡 所以後面的話呢 就利用me的函數 去做切割 這個 到底是不是一樣 對一樣 是改寫而已啦 應該可以 大概知道我的意思吧 所以 將來可能慢慢累積啦 我是建議喔 你可以把公式轉成VBA 然後慢慢如果你又知道會用 然後慢慢又會改 然後慢慢又看懂 欸 那我覺得將來喔 你可以 拿chall EVP產生的程式 哇 可以做非常多的事情 等於 Essale裡面喔 基本上沒有 可以說沒有解決不了的問題喔 OK 因為那些函數沒辦法 但至少有VBA嘛 好 那最後的話呢 我們除了用Function之外 前面還講過 VBA有兩種形式 因為這個形式的話 變成跟一般我們在用函數一樣 可是我不要這樣 我希望這邊有兩個按鈕 一個按鈕叫入接到 一個按鈕就清除 欸 就跟我們之前做吧一樣 那怎麼做 一樣嘛 所以我那個chall EVP上面呢 我就跟他講說 請你幫我什麼 請幫我改為VBA 有沒有 SUB程式 把原來的Function改成SUB 但是 有個地方要特別特別小心 因為SUB跟Function最大的不一樣喔 就是Function 郵標已經在這裡 所以你不用跟他講說 你要輸出到哪裡 可是SUB不一樣喔 Function一定要跟他 Function不用講 但是SUB一定要指定範圍 所以我們的範圍是H2 Ctrl向下 到H的3851嘛 OK 所以後面再加一個敘述 輸出到哪裡呢 幫我輸出到H2 到H的… 我打錯了 應該三… 還是說他多兩筆 OK喔 反正就是範圍給他 那這個時候的話呢 他底下就幫我產生了一個SUB 我們一樣喔 把這個SUB把它複製貼過去好了 所以這邊 Ctrl C 有沒有 我習慣是選上面 按SHIP的鍵喔 再點一下 他就全選 Ctrl C 然後呢把它貼到哪裡呢 貼到我們的 這個Function的下方 不過啦 你會發現 這個程式怎麼那麼攏長 其實更可以講喔 他這邊一樣有一個BUG 這個BUG 就是跟剛剛一模一樣 這個-1有沒有 這個要把它拿掉 不然一樣會沒有什麼路接到喔 然後 我的習慣會把這個定也全部刪掉 因為定好像在這邊不需要喔 所以我如果金錢的話 我會把它刪掉 那再來的話呢 我就直接怎麼樣 直接執行看看 不過執行的話 一樣會發生一個問題 這個問題好像之前一樣會發生 這個地方好了 那我先 把這個範圍 Ctrl C的向下 Delete掉 看看他幫我寫的程式 能不能正確的被執行到這個範圍 那一般習慣我BBA會把它浮動在上面 為什麼 因為這樣才看得到我輸出結果嘛 那怎麼執行 這邊按執行比較好 但是喔 其實從這個程式裡面你可以馬上看出來 它之前一樣的問題 還是會不斷發生 什麼問題呢 在Wordbook就是這個工作簿 指的就是以色列檔案 就這個檔案的意思啦 然後呢 點 Shit指的是 它的 底下的工作表 幫我輸出到這個 序則1 可是問題我沒有序則1啊 我們就這一個啦 所以喔 如果你要保留 那一個工作表名稱的話 那你可能要先Ctrl C 把這個名稱怎麼樣 貼到這邊來 有沒有 如果你是序則1喔 我指引給各位看一下 應該發生錯誤 它會超出陣列所影 其實白話意思說找不到啦 找不到這個東西啦 那如果你要改有幾個方法 你就把這個名稱貼過來 OK 這樣的話應該就OK了 我們把它執行 有沒有這個名稱貼過來 因為它名稱不對啦 執行一下 出現了 然後它還有什麼 地址提取完 這個不用啦 這有點像多餘 所以我習慣是把這個Messure Box 剛剛那個叫Messure Box 這個不用啦 OK 好 這樣就輸出完成了 不過你會想說 老師那這個名稱好像有點冗長耶 而且將來這個名稱我可能會改 如果假設你不要用這個名稱的話 你其實是可以另外一個方法 就是把序則瓜糊裡面 放的不是一個文字 而是第幾個工作表 1 2 3嘛 那你就輸入3就好了 不過前提是你這個順序不能變喔 因為如果你將來這個順序變了 那將來也會找不到工作表喔 所以好像用名稱比較安全啦 OK那這邊的話你可以改 這個也可以啦 目前我們不動的話 然後最後其他應該就不用改了 其他好像都差不多 OK 那最後再寫一個清除 清除的話就是sub 這個好像我們寫了蠻多次的 sub清除 然後清除之後 這個是用range好了 range 哪個範圍要清 就是h2 到 到的話就冒號 h3851吧 然後呢 等於空的 這樣就清除了 OK 有沒有 這個範圍清清看 執行一下 清掉了 OK 然後再執行 沒問題 所以呢 如果這一個 sub 不過這名稱好像不喜歡 乾脆叫入街道 我拿這個名稱 這個把它改一下 那這樣的話呢 我就可以 產生一個入街道跟清除 那最後一樣的方式 請各位就是在旁邊再加兩個按鈕 這個前面講過 自己再加一下 所以我把那個剛剛的 程式重點再講一下 一 我直接把雲端白板的第12頁 這個也是 chall gpt產生的 把它複製貼到 我們的程式下方 那我基本上 改動最重要是這個 哪個shits 這個將來我建議你一定要看懂 因為chall gpt 這個地方將來 都會幫你產生一個 哪個工作表 如果你沒改的話 會發生錯誤 那你說老師 那我可不可以把它delete掉 可以啦 可是變成你這邊delete到 底下 這些w點都要把它拿掉 所以這個 底下這邊有個w點 如果這一行不要對不對 你可以把這個delete掉之後 然後底下 這個w點都要delete掉 如果你少delete掉一個 也會出現錯誤 如果第二個方法 這邊有個w點有沒有 可能你要從頭自己 要不然用取代也可以啦 這樣應該OK 所以如果你假設不要它 你可以delete掉 然後把它執行 我看一下應該這樣OK OK 所以兩個方法 要不就是如果你這個保留 這個保留的話 那你就記得要改shits 後面這個名稱 如果你不要保留 那你就要把這個刪掉 然後還有底下一個w點 這個w點 w點 也要跟著delete掉 畫面呢 再還給各位一下 按鍵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